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a 面板最近走势偏弱 它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难道它只是一日行情吗 我们将镜头转交给季老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是面板 因为我们在前一阵子 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面板股 那最近其实也就是昨天 我们看到面板股的股价 好像变得比较弱势一点 那是为什么 其实是有原因的 那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面板股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的股价会不会是一日行情呢 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在群组里面会公布 70党利用杜邦分析选出来的 基优股 如果你还没加入群组的 你要看到最后 你才知道要怎么领取 这70党的标股哦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在看到 新闻报道上面讲到什么 印度它预计要扩大 这个LCD的投资 所以面板的供需状态 已经引起了关注 这个消息一出来 我们就看到面板股 明明前阵子的股价非常的强势 结果这个消息一出来 面板股的股价又开始弱势了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消息 都会感到非常害怕 但我先讲结论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去担心 因为面板股今年的获利 真的就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看一下报价 这张图文你用过很多次 我说过面板股的报价 它到今年的第三季才会见顶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营收 绝对不会是最高峰 它的最高峰预计会落在 今年的第三季 那它第一季已经赚了这么多钱 你觉得它后面会赚的比较少吗 不可能 所以说以评价的角度来看的话 面板股目前的评价 其实还是算相当便宜的 那大家在担心的是什么 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先从三星的 三星显示 就是所谓的Samsung Display 它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COVID-19 疫情非常严重 它在三月 它告诉你说 OK我们在今年年底 就要停产了 它讲这句话 再来到了年底 它有没有停产 没有 它没有停产 它说 现在好像面板的状况不错 我们把停产的时间 延到2021年Q1 就是今年的第一季 好 我们第一季是不是过了 请问一下Samsung Display 它有没有继续生产 我告诉你 它在五月底的时候 它告诉你说 我们面板会持续生产到 2022年的Q4 我跟你讲 我最讨厌这种 出耳反耳的人了 好了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在商言商 Samsung Display 它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经济学上面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因为我们观察到了 面板的报价一直上去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去产能的状况之下 面板产业的供需 其实在最近 慢慢的已经回到了 平衡的状态 Samsung Display 他既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 作为一个商人 他为了要赚钱 他当然会继续投入生产 所以我们其实在看到去年的时候 Samsung Display 它是第一个到印度去设厂 设面板厂的一间企业 它设厂在哪里 在北方邦 印度的北方邦 就是在我们的投影片上面 这个位置 它做的其实是触控面板 就是我们说的比较小的 小指数的面板 这跟彩晶比较有影响 请问一下去年的那个时候 他在设厂的时候财经的股价有这样子 一落千丈 再也没有起来吗 并没有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 他开出这样的产能 对于后续的股价表现 并没有一定 那为什么印度现在要开始 开LCD面板的产能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资料显示 印度的LCD面板的需求量 高达了54亿美元 那这个需求量会一直不断的放大 一直到2025年 LCD面板的需求量会高达189亿美元 在这段期间的累积的 它的产值可以高达600亿 那印度总理当然就是说 肥水不落外人田 他就开始跟国际招商招手说 那大家可以来我们这里设厂 因为面板呢 既然我们都知道 印度是工业生产大国 包含是手机零件 笔电 汽车 这些其实都会用到面板 所以印度目前想要实施的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生产在地化 那他想要摆脱的 就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印度政府 他预计要投入200亿美元 再开新的产线 那这200亿投入下去 预期可以收到2000亿的投资回报 那这样子200亿的产能开下去 也可以达成印度的面板 自给自主 那他这200亿要拿来做什么 他要做的就是六代的 LTPS面板 以及六代的OLED面板 还有八代的电视面板 那其实这些东西 对于目前的群创 友达彩晶都是有所影响的 但是我讲过了 今天印度做这件事情 他要做的其实就是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说我们知道印度政府在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要来抢全球的市占率 抢全球的市场 那再来就是他的另外一个目的 是为了要吸引海外的投资 进来印度 我们知道现在印度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在后续一段时间 他一定要经历过复苏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今天引入了海外的资本 为了就是要去加速复苏的这个过程 那我今天跟大家讲了四个结论 首先第一个结论就是 年底停产 年底他要提案到印度设厂的是韩国 就是他要到印度去设厂的这个提案是韩国 那扶植印度面板产业 他是为了要去对抗中国 这是站在韩国的角度 再来印度的角度 他就是要 他最近跟中国的关系不太好 所以他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所以在两个人都你情我愿 都有意愿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的投资案当然会成形 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们的国内生产线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他们的面板需求确实会起来 那目前呢 如果在面板实施在地化生产 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最后一个结论就是 疫情其实还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些涉产的计划 最快是明年才会开始 真正要量产 其实要需要三年以上 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开新产 像在玩大风一样 蹦蹦蹦东西就盖好了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消息一出来股价就跌 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 还是回到今年面板产业的供需 能不能继续维持平衡 印度设厂这件事情 大家还是放到后面再看就好了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真心化时间 其实好朋友都会在我们全座里面 对我做一些鼓励 然后还有说什么英雄出少年 其实没有啦 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分析工作做好 到底股价会不会涨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市场资金 买不买单 那如果能够帮投资朋友赚钱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做分析师的工作 最后70党标股要送给大家 这样子的标股在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已经即将要公布了 是群组限定 我们用非常非常科学的选股方法 帮大家挑出了70党股票 你千万不能错过 因为这些股票真的非常非常基优 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股票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让我们在群组里面 今天点明明天讲题 70党标股今天就会公布哦 我也在群组里面 好期待哦 记得加入老师的Light App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